本节目由辉瑞之药和生动活泼联合制作播出 各位旅客请注意 Fizot Express第二季即将发车 请您在医药科学号站台上车 祝您旅途愉快 欢迎来到Fizot Express 稍后将有来自医药世界的特别乘客 与您一路同行 请记得用你的好奇心 与他们交换科学背后的故事 请您放松心情 与我们一同开启不可思议的医药科学之旅 哈喽大家好 欢迎达成今天的Fizot Express 我是孟依 哈喽大家好 我是妮娜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有些不太一样了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Fizot Express 本期的最后一个站点 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这一期的最后一期节目了 是的 时光过得好快呀 这一季跟随着Fizot Express这趟专列 我们不仅收获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和干货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 其实医药科学的每一次突破 都需要克服各种难以想象和巨大的一些挑战和难题 是 那说到应对挑战 今天这一季的最后一期节目呢 就要和你一同来关注一下 人类历史上面临的最大医学挑战之一 那就是重病之王 癌症 是的 癌症到底是怎么回事 人类认知癌症都经过了怎样的历程 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感觉到癌症如此高发 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更科学和预防的一些方式来面对这种肿瘤的疾病 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了两位非常专业的嘉宾 我们的VIP乘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Physel Express 咱们这一季最后的一个话题 癌症的前世今生 那今天来讲的话呢 参加我们节目的有我们辉瑞中国肿瘤及罕见病市场部的负责人 宋发贤 我们的发哥 嗨大家好 我是宋发贤 然后我也是学医的背景 之前没有从事这个临床 但转到了一个去服务临床和服务患者的一个行业 就是我们的制药行业 为辉瑞工作应该接近15年了吧 一直大部分时间是在市场部 然后经历过几乎所有的领域吧 目前是负责肿瘤罕见病的市场部 很高兴今天跟大家交流 那接下来的话呢 还有一位呢跟发哥一起来到的就是我们的韩梅姐 那韩梅姐目前呢是在医学部乳腺产品的负责人 大家好 我是韩梅 在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肿瘤类科学 毕业以后就是在肿瘤类科工作了六年多 然后后来出来以后第一家公司就是辉瑞 服务的领域也就是肿瘤这个领域 然后在辉瑞工作十年了 目前是负责乳腺领域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既然我们今天聊癌症这个话题 我们就在想啊 癌症它这件事情啊 我们还是先从它这个词本身来认识它 就是癌症我们都知道它的英文是cancer 是 然后呢我就之前去查了一些资料啊 我发现cancer这个词 它不仅仅指的是癌症 对 然后发现它也是十二星座当中 巨蟹做的说法也叫cancer 是然后看了一下 哦原来cancer这个词在拉丁语里面就是螃蟹的意思啊 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cancer这个词呢主要是希腊语中最开始的是那个叫 cachinos这个词 那么是在公元400年前呢 就是西伯克拉底就是学医或者学药的同学都应该很都知道这个人 发现了癌症这种疾病 然后这种疾病呢 它会周身蔓延 然后肿脏的血管 然后让西伯克拉底呢 就联想到了这样一个动物 然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癌症呢 它摸起来特别硬像那个蟹壳 然后还是会在体内那个扩散 就像螃蟹在体内进行横行霸道一样 导致的那个疼痛就像那个蟹夹给夹了一样 为了描述这种疾病呢 所以西伯克拉底它用它的家乡化 Cachinos表示癌症 后来罗马的哲学家 塞尔修斯将希腊语的这个翻译 成为一个拉丁语的cancer 然后这就是癌症的名字的一个起源 然后同时一个世纪之后呢 有一个医师Gallen 他在观察乳腺肿瘤的时候 就发现他的这个向外扩张的 这个肿瘤血管组成的这个形状 与螃蟹的那个蟹足特别相似 所以他又为西伯克拉底 将这种病症成为癌症的一个比喻 加了更多的更科学的一个传识 我记得那个癌症协会它的logo就是 一只螃蟹上面一把剑 然后把它战胜它 还有很多肿瘤医院的 对 很多肿瘤医院也是这样的 而且现在就是你看有很多那种 就是影像片子 就是去诊断的时候 它的描述的特征跟螃蟹也有关系的 比如肺部的一些片子 他看到那个石块旁边会长出一些 就从影像上感觉有很多毛毛似的 就跟螃蟹腿上毛儿了 就叫毛赤针 对吧 然后这些东西都是来源于这个可能 所以可能就是取类比相 那我们从刚才的这个对话当中可以了解到 其实人类对于癌症的记载 从公元前就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记录了 那么真正到人类发现了这个疾病 那在那种时期是怎么去面对这种疾病的呢 就是在最原始的时候 它实际上最早的那个记录 就比如说拿乳腺癌做例子 它在金字塔时代 就是大概在公元前 三千五百年到两千五百年的时候 就是古埃及文字记载了八例 利用那个细针串刺进行 灼烧那个肿瘤的一些案例 然后在一千七百年到一千五百年 公元前有一些医学的子草书里面 也记录了一些乳腺癌的一些病例 也是拿火棒作烧治疗的一些描述 然后还有一些古印度的历史著作提到了一些 手术切除啊 烧灼啊 还有生化合物治疗乳腺癌 我们古代有一些医书上面也会记录 肿瘤的一些描述 就比如说我们那个宋代的那个陈志明的 富人大权良方里面 他就说 他当时叫乳癌 叫乳盐 盐石的盐 因为他比较硬 盐石的盐 对对对 因为他说乳盐 他就是乳中结合 不红热 不中通 实际上按现在来说应该是不肿痛 年月久了以后呢 史生疼痛 痛则无疑 紫黑坚硬 然后乙溃石就是发生溃烂的时候 就是深入盐血 就是到那个肿瘤那个里面都烂了 突如泛逢 就是可能就像我们平常说的菜花状的那种形状 然后痛苦年薪 包括明代还对男性乳下有一些描述 天哪 我们古人真的好详细 也就是很具象化了所有的描述 对 那我们现在对于癌症是怎样的一个科学定义呢 我觉得癌症可能就是通常会有两种定义 一种管义的概念 可能就所有我们老百姓觉得 只要是恶性肿瘤都叫癌症 这是一个犯的概念 那是真身性的恶性的这种不可控的可能都会叫癌症 但实际上科学上还会有狭义的概念 就是说通常癌症是指癌症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词叫瘤 所以癌症在科学上其实是严格来说 就是要所谓的三皮组织来源的一些就叫癌症 就三皮组织你很多组织器官上面有三皮 然后有中层 可能还有底下这个什么僵膜层 不同的层面 那三皮组织过来的研发出来的就恶性真身 出来的一般都是我们叫癌症 这通常会比较实体的这种肿瘤会是癌症 然后瘤可能就是比如说就是中间的那种 所谓的组织学上叫兼业组织 其实不是三皮 就是中间平滑肌肌肉 就是这些发育来的可能就是叫瘤 所以就是其实严格来说它是不一样的概念 但我们通常就反正所有的肿瘤都我们叫癌症 一般会等同 所以你看国家他讲那个叫癌症防治指南 它其实也是一个管异概念 那是不是说癌症就一定会伴随着肿瘤 有没有根本就没有发现肿瘤的 但也是癌症的这个情况呢 对 我觉得这两个概念通常会混 严格意义来讲就刚才讲的 就是癌症是一个宽泛的定义 然后肿瘤其实也是一个宽泛的定义 但如果要具体去分的话 其实癌和瘤是两个概念在科学上 但就说癌症是不是一定会出现肿瘤 或者说癌症就等于肿瘤 可能不一定 就是我们通常老百姓讲血癌白血病 对吧 它其实也是就是如果按照肿瘤的概念 就是无限制增生 失控的这个生长 它就符合这个癌症和肿瘤的这个定义 但它实际上它不会出现 就是如果它在早下它不会出现肿瘤 除非它是就另外的这种延伸的转移 或者转移到某些尸体机关上 但大多数它是还是在血液里面的一些变化 和骨髓里的变化 实际上看不到肿瘤 所以它依然叫肿瘤 我们叫血液肿瘤 但是它不等于肿瘤 所以不一样 那还有一些就是 比如说有些什么肉流类的 对吧 还有一些可能它也不一定是很明确的肿瘤 像有些鸡胎瘤或者那种 它就有可能是囊性的 葡萄胎有恶性葡萄胎和良性的 肌胎瘤也是有恶性的 它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囊性的东西 对 那如果说按照目前 就是主瘤的癌症的分类的标准 有哪些呢 我觉得就是根据它的那个组织的情况 分为实体瘤和血肿瘤 这是大块的 就比如我们现在的产品线里面 就是实体瘤是一块 血肿瘤是一块 它是针对不同的瘤种的 那么实体瘤里面 通常会根据它的原发造 来去判定它是什么 是肝癌 肺癌 胃癌 肠癌 肠癌 它会根据它的原发造 来去判定它的肿瘤的类型 但我们也经常听说 肺癌肝转移 什么之类的 对吧 那可能肝部也会有种块 但通常我们就说 首先它是个肺癌 一般讲原发部位 对吧 会就这么分 那么血肿瘤 它通常就会分 就是到底是哪个细的 它就根据血液细胞 它的不同的类型 或者来源 其实也是根据来源来分类 所以大体的分类 基本上会这样 就是发哥刚才提到的 就是实体瘤和那个血液性的肿瘤 就像发哥刚才前面提到的 我们根据它的组织来源分的话 大概能有五个 但是我们经常见的 也就是三类 我觉得 上皮组织 然后还有一个肉瘤 还有一个造血淋巴组织 这是最常见的 其实甭管说是 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哪一种分类方式 我们其实印象会比较深刻的 就是说到 它到底原发造在哪里 对对对 它是在哪个地方 开始发现癌细胞的 然后我们就会给它来定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癌种 对吧 那既然说到了癌细胞 就有点想要问一下大家了 好好的细胞 怎么就会变成癌细胞 可能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 像正常细胞的话 它因为人体在不停地 做一些复制那些 复制过程中 每天都要 虽然我们没有感觉 但是肯定有一些细胞 在不停地形成代谢 在这个代谢过程中 会有一些复制上的一些错误 那么有些复制错误的话 它可以被人体纠正过来 或者是绵细胞 或者那样把它给消灭掉 但是对于癌症患者来讲的话 它可能某一个机能就失控了 比如说我们肿瘤生长里面 有两个比较大的分类的两种基因 一个是癌基因 一个是抑癌基因 如果这两个失衡的话 就会导致一个肿瘤的一个产生 就比如说 它就像一个正在行驶中的一个车 那么癌基因就相当于 那个加油油门 然后抑癌基因就是那个刹车 如果这个时候油门使劲往前加 你刹车还坏了的话 就会导致这个细胞 无限制的 而且这种疯狂的在长 疯狂的复制 而且它这个细胞不是好的细胞 所以这就导致了一个肿瘤的一个产生 简单的就是这么一个描述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很多因素 环境因素 或者本身的一个机体的一个因素 或自身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因素 还有外部药物病毒 各种因素都可能造成这样的一个 肿瘤发生发展形成过程中的一个作用 就是大家也经常听到 就是说吸烟这一个 就我们一直会强调吸烟是一个致癌因素 不要吸烟 但是有很多人就会站起来说 谁谁谁先活到多少岁 对对对 所以这个肯定有一个因素 就是我那个人的修复基因 肯定是特别好的 所以不要跟那个人去比 也许你不是那种有修复基因强的那种人 但是如果暴露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的患癌率肯定是高的 明白 像刚才咱们也谈到一个话题 就是说可能最近来讲的话 可能近些年就感觉肿瘤啊 包括癌症这个话题 是被人们提起来越来越频繁 所以想问问两位 这个是为什么会形成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现象呢 其实癌症发生的核心原因是在于 人体细胞正常形成代谢过程中 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 导致了失控 那这种异常情况出现的 这个最大的风险 实际上跟年龄有关 因为就刚才讲的这种刹车机制 实际上就人里的这种 自我监控和管理和免疫的 这个就是叫监控机制 这种免疫的监控机制 实际上随着年龄的增长 会逐渐衰弱的 免疫细胞本身也会衰弱 那到了年龄增长以后 他可能监控的能力 监控的水平就可能倒退了 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 在这个正常的形成代谢过程中 就出现了一些 他没有能力刹车的情况 就导致了他可能就不停的加油门 所以其实是因为 就是整个文明的发展 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 健康水平的提高 导致人类寿命的延长 可能原来寿命没那么长的时候 可能是比如说就很多意外 很多感染 很多其他的疾病 可能就没了 对吧 但人类寿命的延长 就导致不是因为别的病 或者别的原因死亡 他最终出现了一个 癌症的治病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越来越多 第二个我是觉得 就是目前这种检测手段 越来越发达 比如说现在这种核磁 对吧 甚至还有PAT CT等等 现在还有就是很多 这种细胞学的检测方法 可以让这个癌症 在很早期 只是出了一个小肿块 没准我就已经检查到了 对吧 我们做这个就是 路线散散 通过一些木拔的检查等等 没准就很快就找到了 那这个时候就客观上 提高了这种诊断率 或者发现率 就让人感觉 好像越来越多了 对吧 然后第三个呢 我觉得就是也是 就是说目前人们的健康意识 越来越强 原来可能你没到五十六十 估计谁也不会说 想的去做个体检吧 对吧 然后或者身上 没有不舒服的时候 干嘛要去医院 对吧 现在大家都说 比如一般单位 都会定期组织大家体检 对吧 或者我们自己 本身也有这种健康意识了 我们也会自己 会花钱去定期做个体检 那体检过程中 有可能就早期发现了 这样的话 诊断率就会提高 所以我觉得这几个 综合的因素 导致了就是说 那这个发现率越来越高 好像癌症也越来越多 加上呢 其实国家从这个 整个这个癌症的防治的策略上 包括全世界都有这个策略 觉得就是癌症找房找治嘛 结局就会越好 所以就说 你让国家推两癌的这个防治里面 提早塞嘛 那国家在推动这个时候 自然它的发现也会越来越早 那么诊断的也会越来越早 这样呢 就感觉好像 嘿 身边谁谁 又好像发现了这个 可能有这个 就会痰入得到更多 这个癌症 可能痰入比较多 所以说当我们看到一些数字的时候 还是要更理性一些 不要被他这个数字本身吓到了 是的 看到数字的时候 可能也要看 就是我们科学也是进步了 所以这样子才是一个延续的反射 对 其实就是那句话讲的 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 是 然后因为这些客观的这个进步 对吧 让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 然后就暴露出来 对 这个人类的进步的第一就是 承认自己无知 对啊 这个是我跟孟丽在这听了12堂课 对对对 最大的一个认知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 就是癌症这个词 确实让人觉得听上去就有一点害怕 但是比癌症这个词更让人害怕的 就是晚期这个词 是 对 如果说是早期的话 好像更多意味着希望啊 对 松了一口气 对 就是这种 话说回来啊 让人就会比较担心的是 很多的一些癌症 不知道妮娜 你会不会感觉到 就是会听到的一些周围啊 或者说是一些 我们看到的这个媒体上的 一发现就是晚期了 对 一发现就是晚期了 对 包括一些最近我们听到的 影视迷人的例子 对 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导致 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癌症 一发现就是晚期 我觉得大体上 可以说是两个大的原因吧 第一个就是 它真的这一个肿瘤 它的恶性程度就比较大 它发展得很快 你发现的时候就是晚期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 它这个肿瘤 长的那个部位啊 它在身体的很深的地方 你不容易去发现它 没有什么不舒服 等你不舒服的时候 它就已经是晚期了 就比如说像暖操癌 它在身体很深的地方 然后腹部的那些 又很疏松 它长一个肿瘤 它可能没感觉 还有一个像 一线癌 它也是在腹部 那个比较深的地方 像乳腺癌 为什么发病率这么高 然后大家一查出来 大多数都是早期 它比较前表 然后大家一摸 就能发现 都有 主要我觉得 是两个大的原因 对 甚至有一些 就是我听到的一些例子 就是有一些家里的老人啊 他可能就是比如说 是不小心摔了一脚 或者说是有些什么样的 其他的一些原因 去医院 还去做一个检查 发现其实是有 是有这样的一个 恶性肿瘤存在的 所以这种例子 还真的是不少听到啊 其实反过来 其实还是提示 大家有一个 就是健康体检的那种意识 特别是那种全面体检 根据不同的年龄 不同肿瘤的发病特点 然后可能要采取不同的 这种就所谓的 这种健康管理 和健康体检的策略 有的肿瘤呢 就是他是比较早期 就会就会出现的 比如像颅腺癌 对吧 可能就是围绝经期 可能没准就 就比较高发 那这就提示 很多女性 在这个围绝经期的时候 就要高度去提示自己 要早期做这种 早晒早茶 对吧 比如说男性 他可能到了45岁 50岁 可能就是肠癌的 高发的那种年龄 那你会不会去 定期的做一些这种 就是胃肠的这种 这种体检 但是我们现在 有体检的意识 但是针对这种 有针对性的 这种早晒早茶 其实意识还是不够的 虽然总体上 大家体检意识增强了 但是大部分 大家还是停留在什么呢 就是单位提供的 那种常规体检 其实还没有一些 针对性的 这种高危体检 一方面这个意识 第二呢 就是这部分检测 可能相对来说 还是成本相对比较高 本质上我觉得 还是大家 这个早晒早茶的 这个意识 和落到具体行为上 还没有真正达到 就是不同疾病的 这个部分 应该要的水平 这我觉得也是 另外一个原因 我上周刚被咱们 医学部的一个 那个同事安利了 就是要去做 这个肠镜胃镜 然后还有核子 他其实现在年纪 应该不到这个30岁 就是小兵嘛 然后上周 我们有一次 那个活动中 然后他就说 他自己要安排自己 他打算 可能这个真的年纪 到了30之后 他可能没两年 他想去全马的那种 做一次肠胃镜 另外呢 就被安利了这个核瓷 因为他是说 其实有机会 可能没五年 30岁之后 你其实可以去 做一个核瓷 就觉得大家 现在都在理财 我们平时会把 就是我们的这种钱 去花在 我们的理财的一些 产品项目 其实你是说 我有一些营收 但是其实我觉得 花在身体上 刚才给了我一个 特别好的思路 其实也是你的财富 健康是这一个人 最大的财富 那我们愿不愿意 每年可能我们 自己有的时候 也可以花掉一些费用 然后给我们自己 最大的这个财富 去理理财 我觉得刚才 很重要的就是 首先得有一个意识 知道自己需要去 寻找怎样的 针对性的 一些这种检查项目 比如说像 妮娜就可以被小兵安利 因为我身边 没有小兵这样 没有怎么办 那我们怎么才知道 自己应该去适合 一些什么样 有针对性的 对自己会更有帮助的 这种体检项目呢 就像男性 像肺癌那一块 像很早就提出来 具体的年龄 我不太记得 或者45或者50 它是就是建议要 每年做一个 低精量的那种CT 因为CT毕竟是 有放射性的 有助于肿瘤的 肺癌的一个减出率 像前面提到的 就是肠癌 就是做肠镜 这一方面 还有女性 发现自己有节节 或者是高位人群的话 做一些木马赛查 但是木马赛查 在最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 也会也当时也导致出了一些 比较过激的情况 就是大家 就是特别推动木马 结果就导致一些 本来恶性程度不高 或者是根本就不是恶性的 他担心这个事情 就把乳房去切了 但是现在的一些检测 比如说B超超生 它是也没有 对人体也没有伤害的 做个超生也是很简单的 像甲状腺也比较高发 甲状腺的那个超生 也是要每年要做的 我是觉得就是在这个事情上 可能大家也客观看待 就刚才还没提到的 就是有的时候过度了 过度以后就导致大家 因为大家对癌症的认知 还是就相对来说 不像医生那么客观 我们更多的是觉得一种恐惧 那甭管是早期早到什么程度 都先把自己 吓坏了 然后有时候就会采取一些 过度治疗的方式 去做这个事情 反而可能对身体 不一定是有利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 一旦出来以后 我觉得也是要客观看待 你反观像美国的话 其实前列腺癌 在早期几年 就一下突然间 发病率好像高了很多 其实是美国推 那个前列腺癌的 所谓的CPA的 那个早期检查 就特别广泛 所以就是只要那个高了 都被早期诊断了 然后就开始切 但后面发现了 就是说其实很多老年人到死 他也没有发病 但依然他那个也是高的 所以就是有些疾病 他可能有些指标 是提示可能存在这个 就是肿瘤 但是他不意味着 就是一种恶性 或者不意味着 就应该要采取 非常激进的 这种治疗措施 所以这个里面 还是要相信科学 客观的看待 那其实话说到 这一块来讲的话 其实作为我们普通人 就每一次 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 其实心里就有点忐忑 因为里头就不少的词会看到 比如说一些词汇是结结 然后包括有的时候囊肿 或者是说大家常见的说 我长了个吸肉 那其实这几个都分别代表什么呢 那一旦我们比如说看到这些词 有哪些可能他会有一个癌变的一些风险 是需要我们就是提早注意的 哪些可能是就是监测就可以呢 那个结结和长种吸肉呢 可能在很多体检里都会出现 其实比如我身边有一个 我自己的那个亲戚吧 四十多岁 然后也是体检 肺里就多发结结 紧张坏了 然后就开始来找我 说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其实呢 就是医生也给了他 很直接的建议 就是说这个结结 首先虽然是多发 可他大小才三毫米四毫米 不大 所以医生也给了他建议 就是说你保持 每三个月来复查就好了 也不用担心 不做任何干预 可他本人还是非常非常焦虑的 就恨不得就是请全国的 顶级专家给他汇诊一遍 其实放到哪个专家 看下来都是这样的 因为指南里面显然很清楚 小于六毫米的可以不干预 对吧 就是观察就好了 所以对于一些这种结结 它可能是一种提示 单纯结结 这一个本身的结论 并不等于癌症 判定癌症 其实叫所谓的经标准的诊断 实际上是要通过病理的检查 去确认 它那个细胞 是不是属于癌变细胞的 所以结结实际上是个 影像下的一个客观的表现 当然有些结结 它会提示 可能恶性的程度高 那这个结结 它临床上 它是有很明确的一些 指南来去告诉你的 比如说你结结 大于多少 比如说通常会大于一厘米 同时这个结结 就会像刚才螃蟹一样 有毛刺针 外面不干净 或者结结里面 本身不透明 然后里面又有 还有一点别的一些表现 比如说分叶针 什么的 就影像专家 他会根据这些综合体现 来去判断 说你可能恶性程度高 那最终谁要来诊断 现在是靠医生 要么就穿磁 要么就手术 要拿到组织去验证 说是不是一个恶性肿瘤 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肿瘤 为什么让你一个月查一次 或者三个月查一次 就是看短期内 它会不会快速变化 遇到这些情况 大家就不要过于焦虑 医生他会有他的科学判断 听医生的就对了 对 前面说到了 对于癌症的认识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其实认识的历程 也代表着治疗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变迁和发展 发展的历程 那我们现在癌症的这个治疗手段 大概有几种类型 那么这几种不同的类型的这个发展历程 都是怎样的 发展年代史是什么 像肿瘤的治疗 就像刚才提到的 就特别是对实体瘤 实体瘤它主要的手段就是手术 就是要切除 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 无论是化疗或者是放疗 它叫辅助化疗或者叫辅助放疗 说明它这个功能是辅助的 还是要以手术为主的 包括在晚期 为什么要叫姑息治疗 它无论是姑息化疗还是姑息放疗 它是叫姑息的 所以还是实体瘤 大家记住 还是要以手术为主的 其他的治疗是一个辅助方法 那么对于非实体瘤 就像发展刚才提到的 血液性的肿瘤 它可能就主要就是一个 化疗的一个全身治疗为主 那么化疗的一个就是发展的话 实际上跟血液性的一个肿瘤的发展 它是关系是特别密切的 比如说二战的时候 那个戒指器 它的一个发现 它最开始 实际上是那个战争期间 用戒指器当成一个战争武器 去破坏武力 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个泄漏 泄漏以后呢 造成了一个现象 就是那些男性的一个军人身上 一些骨髓的一些细胞质会特别低 所以这个时候药理学家呢 他就看到这个现象 就把它用到了一个小鼠模型上面 去发现对那个小鼠的一些淋巴肿瘤 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控制作用 随后呢 药理学家呢 他就他们有同事 是胸外科的医生 他就发现在非祸激进淋巴瘤上 表效是非常不错的 就像淋巴瘤 这很多医院里面 它都过于属于血性的一个肿瘤 所以还是来自于那个里面 这是化疗的一个发展史 然后最后就慢慢推广到一些实体瘤啊 其他肿瘤 那么放疗的 实际上大家在学习初中物理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伦琴啊 居里夫人啊 他们发现放射线呢 发现放射线以后 就发现这个对一些细胞 它会有一个抑制或杀伤的一个作用 所以这也就导致了一个放疗的 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那新的一些治疗技术手段 又是从什么时候出现在人们的眼前的呢 新的就是要就要提靶相治疗 靶相治疗最有代表性的就是 GIST的一个治疗 胃肠肩脂瘤 但是这个研发过程实际上是很长的 90年代末逐渐研发成的 那么这就是一个靶相治疗的最开端 那么现在还有就是前几年比较活的 就是免疫治疗 这就是近20年抗流史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突破 所以其实这个行业里面 包括科学家也好 包括就是制药工业行业也好 都是在治理于说怎么样改变 让这个治疗更加精准 所以这也就是后面 为什么叫靶相治疗 就是希望能找到这个药物 直接就只针对它的 不针对别的健康细胞的 这就是靶相治疗来源 那现在就发现就是有好多好多的霸脸 就是可能现在靶相药物越来越多 特别是比如说像肺癌对吧 还有就是刚才GIST 还有一些血液肿瘤 现在我们鲁癌也有一些吧 像治疗 现在很多都会在围绕这些霸脸 去做一些研发去做 而且就是为什么肿瘤的这个生存 五年生存率也会越来越高的原因 那即使这样的话 其实还没有达到 就是说大家期待的那种结果 或者五年生存率 或者死亡率 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改善 所以人们又想到了另外一个维度 我们不是说刚才有个加油机制 一个是刹车机制吗 对吧 那我加油机制 我给他不要让他加油 我就通过什么化疗 放疗 或者通过靶相治疗 让他别那么疯涨 或者让他死掉 还有一个就是刹车机制 我怎么让他再激发出来 这就是免疫治疗 就是免疫治疗 我怎么激发我自己的 这个免疫细胞的这种活力 那肿瘤细胞它也很聪明 因为它也是一种生物说白了 它也是为了不断的 它为了自己的生存 它有一系列的保护自己的手段 和逃脱机制 逃脱机制 所谓的逃逸 它会分泌一系列东西 让你的这个刹车机制是零 科学家是在两个维度 寻找解决路径 一个是它的逃逸机制 我给你干掉 我的免疫细胞能够找到你 还有一种呢 我干不掉你 但我让我的免疫细胞 配上更加厉害的武器 我能把你干掉 配上红外望远镜 就这两条路径 其实听到这对于我自己作为一个非医药 就是这个专业人士 我觉得就是给了特别多的一些期待 我们能够看到不管是科学家也好 还是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机构也好 在为我们的健康不断的去赋能 然后去找新的一些武器 让我们会觉得我们终有一天 其实会更好的这个战胜这些病魔 是 那所以在这也想问一下 那咱们Pfizer在推动肿瘤的诊治方面 有些什么样的不同的一些建树和贡献吗 我觉得Pfizer可能大体上是几个维度吧 如果从围绕病人的角度 一个是研发 第二就是规范 第三就是患者管理这三个维度去做的 就是研发其实要解决 就是说这个病有没有要可治 有没有方法可治的问题 Pfizer在这么多年的历史里面 在几个里程碑上面 都是做了很大的这个行业引领的作用 就是改变了很多患者的这种生存的这种现状 第二方面呢 就是说可能就规范 就我们有疗法以后 就是说你怎么样对于病人来说 是一个规范的治疗 因为研发嘛 自然就是会带来一些新的疗法 产生一些的证据 最终还是要就是说落实到就是事件中 就我们这样所谓的这个治疗的这个均值化 那这个里面就涉及到教育方面 对吧 就是一方面就是说规范的制定 另外一方面有了这种规范以后 我们怎么样帮助这个行业 让更多的人去知道 或者去了解这样的规范 并且在临床上产生这个实践 那我们就会有科学的教育的活动 第三部分呢 我觉得就是围绕患者管理 就是可能比较熟知的 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 每个人都知道高血压糖尿病应该终身吃药 但是你问问病人有多少能够坚持终身吃药的 这就是病人的自我管理这块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也会跟相应的机构去搭建这种患者教育的平台 患者知识普及的这种平台 然后自我管理的知识的宣教来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其实听到这里头就是发现了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抗癌的这个话题 其实能发现抗癌其实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行动 它其实真的是说从国家到学界到医药企业 甚至说到患者自己患者家属 其实是一个综合型的这么一个行动 那么其实每一个人或者每一方都在这个抗癌的行动当中 其实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对所以现在就是围绕科学自身 我们在肿瘤领域我们也提出一个就是我们的共同的使命 叫科学自身共可癌症 确实是这个癌症这个事情不是哪一方就能解决的 它一定是包括就是专业人士行业机构 主管机构患者本身患者家属 共同努力才能攻克的 就是单靠一个维度很难的 是对 就是经常有时候会感觉到 我们会发现如果说患有了这样的一个疾病 给人最大的痛苦 就是它会陷入一种孤独当中 它不知道哪里获得帮助 哪里获得支持 有可能它对自己家人都不想来提及这件事情 对你这个点说的特别重要 其实不是缺知识 也不是缺渠道 也不是缺信息 更重要的是患者是不是接纳 接纳以后你才能打开 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也是可以从这个维度 大家去正确地看待这个事情 就像前面提到的 如果刚诊断或者是发现身边有很多癌症患者的时候 也不要当作很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有现在有很多科学的办法 然后只要你找到一个专业的人士 不要自己就是因为忌讳这个事情不去看病 就是听医生的话 然后在家里的人 包括自己要积极去寻求这种心理上的一些帮助 心理在这一块实际上是特别重要的 你心理上战胜了它 你可能治疗上各个方面也就慢慢地就会更好 这么说起来可能 如何战胜癌症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 甚至可能会是一个哲学问题了 是啊 自人类诞生以来 癌症就与人类如影随形 那么对抗癌症 其实我们通过刚刚的节目已经知道 就不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一些战争 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定义胜利的含义 那就是尽力严惩患者的生命 以及可能在未来携带癌症 但也有高质量的生活 那随着我们对生命过程的一个认识 和对疾病的更多的理解 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更多 更具突破性的一些创新的质量方案 那么能够帮助人类消除更多的痛苦与疾病 无论是靶项药物的研发 还是免疫治疗技术的进展 无论是罕见病领域的艰辛的探索 其实对于血友病领域 研究非常多 药物也非常多 然后甚至还有在研发中的基因治疗 还是数字医疗领域的革新与进步 通过患者的这些 既往疾病的一些诊断信息 在这个模型里进行数据的梳理 和人工智能的识别 就可以判断 他得了这个疾病的可能性是多大 这一切都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使 面对各种不确定的危机和挑战 医药科学世界也总是能够不断地实现新的突破 而这些新的突破正是改变我们人类 现在和未来的关键所在 对所以还是那句话 请相信Science will win 科学之声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和我们一同走过了 Fizer Express这一季全部的旅程了 是的特别希望大家真的只能有所收获 是的当然在这我们也非常希望下一季的时候 能够继续和大家一路同行 当然在这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VIP乘客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希望我们在下一季的时候 还能够和大家一同分享一同交流 那我们下回再见了 谢谢再见 好拜拜 拜拜 各位旅客请注意 本趟Fizer Express即将到站 感谢你的一路陪伴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旅程 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 或者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分留言 如果大家想要和我们一起讨论更多 关于科学与健康生活 或者加入辉瑞 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辉瑞制药招聘 Fizer Express期待与你再次踏上 不可思议的医药科学之旅 我们下次再见 本节目内容仅出于疾病 和科普教育目的而制作 不涉及药品推广和诊疗建议 如果您有医学方面的问题 请咨询医学卫生专业人士